哈喽大家好,我是罗盛 这里是专注技术交易的频道 比特币在今天日内短线有所下跌 现在的价格大约是44300美金左右 我在5天前9月15号的视频就说过 这笔上涨并不能说大概率引出一段上涨趋势 如果行情想要良好上涨 需要回踩120日均线并且稳住 才能说明大概率看涨 最近的行情节奏非常慢 前两天也是回趟家 看一下父母同时参加了一哥们的婚礼 现在恢复 在这里要提个醒 行情节奏很慢 我们需要等待高胜率的特征出现 我们再入场 高胜率的特征 比如说歇行 比如说W底 比如说三重底等等 等待这些特征出现 我们再去入场 那么就很容易赚钱 而不是去创造专业机会 在今天的行情末尾 我也会简单的讲一下美元指数和黄金的点位 因为现在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 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形态 那么后续如果出现 那么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参与 现在是北京香港时间的2021年9月20号的晚上7点12分 如果说你是首次关注本频道 那么你可以点击一下视频下方的电报链接 在这个电报当中我会补充一些更新 因为视频有失效性 可能在视频更新之后 有新的观点补充 那么我会补充在这个电报频道里面 加入是免费的 希望你可以订阅一下 同时最近也更新了一些新的教育视频 我朋友Steven也在更新专业的价格行为分析视频 如果说你想在交易市场赚到钱 我希望你可以用心的学习一下 这很可能是你能够在互联网上找到的 最全面最成体系的教学视频了 好的 现在进入行情分析 我们先看一下之前的观点 我之前说行情很可能会走ABC调整 那么现在呢 走这个ABC调整的概率会加大 在波浪理论当中 这个ABC调整 在价格行为当中呢 就是两段式下跌 都是一个形态 一个意思 就是说呢 会走一笔下跌 然后一笔反弹 再走一笔下跌 如果说这个形态走出来的话呢 通常来说第二段下跌 会是低段下跌的一倍 或者一点的一八倍 如果说给到一倍的话呢 价格大约是在39,200 39,300左右 这是一倍的距离 就是这一段下跌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的一倍距离 因为这个点的价格是有争议的 每个交流所价格不一样 我们就采用这个下跌的低点来去测算目标 大概率会给出更加精确的位置 那么价格大约是在39,300到39,200左右这个位置 同时这个价格呢 大约也是在日线的MU20这里 然后再往下看 1.618倍的价格 1.618倍的价格呢 就是33,500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价格是直接推算过来的 我们用菲波那契拓展工具看一下 1倍的价格就是39,200左右 1.618倍的话呢 就是33,200左右 那么这个价格范围 看后续会给到什么位置 那么在这里 如果说给到了1.618倍的价格的话 就是左侧买入比特币的价格 如果给到了1倍目标的话 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形态 那么市场是否会给出1.618倍这样夸张的价格呢 我不做预测 我也不看跌 只是说如果跌到位 那么我就会买入 是这个意思 我并不看跌 比如说在历史上这个位置 它的下跌 这里是第一段下跌 第二段下跌 第二段下跌 在两天的时间就给到了1.618倍的价格 然后马上有笔强势反弹 那么后续的行情是后续的事情 那么它达到这个位置之后 极大概率就会有一笔强烈的反弹 我们看一下 在前段时间的519也是这样的 ABC调整 那么我在之前 我17号的视频呢 也是讲到了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再继续下跌的话呢 很可能会在几个小时内跌到3万 但是复盘来看 我当时做出了错误的决策 只是复盘来看 因为行情没走出之前 谁也不知道怎么走 我只能确保大概率 我的做法是对的 偶尔出错很正常 不可能说每次都赚钱 我们只能确保止盈的钱 能够覆盖止损的钱 长期来讲是赚钱的就可以了 再回到当前的行情 这是ABC调整的目标 分别是39,2300左右 以及33,500上下 这是两个目标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行情 它在这个位置撑住了 它就是不跌 怎么办呢 首先从日线上来看 这里是一个向上的假突破 在这里标记一个水平位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个假突破 这里是一个假突破 这个位置看似突破成功 但是几根K之后迅速收复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假突破 那么这里有个假突破 这里又形成了一个次顶 就相对于这个点的次顶 那么想要在接下来 两三根日线快速拉上去 我觉得概率真的非常渺茫 我个人在短期是不看涨的 如果说这个位置它不跌 它不会跌到这个位置 那么短期大概率会走一个 横盘震荡 收敛震荡 那么也就是说 短期走势 我的观点就是横盘震荡 或者是下跌 我个人是不会看涨的 如果上涨了以后 我们再说上涨怎么办 现在没有看到明确的上涨的特征 针对当前行情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出现 类似于2019年后半年的猴市 就是说从这个位置下跌之后的一种猴市 在这种猴市当中呢 操作机会有没有 也是有的 只是次数特别少 猴市是怎么出现的呢 就是说场内的主力 对当前的行情有很多争议 有一部分主力呢 坚定认为看涨 一部分坚定认为看跌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没办法发起趋势的 如果说想要让趋势向上推进 那么需要场内绝大部分的主力 一致看涨 比如说突破两百美金以后 这一段的上涨 场内的绝大部分的主力都是看涨的 那么下跌是一样的 如果说场内大部分的主力看跌 那么价格是很容易下去的 那么如果说场内的主力有争议 谁也不能征服谁 谁也没有办法博弈出一个结果 那么行情就会走出猴市 以目前的行情的特征来说 它从一个上方宽幅的筹码区间下跌 然后没跌多远 就到了一个新的筹码区间 那么现在呢 上破在上方的筹码区间一组 但是呢 又突破了短期的筹码区间 就形成了一个日线的宽幅震荡 那么在这样的行情 不断的徘徊的话 会让场内参与者非常难受 尤其是新手可能会失去理智 可能会乱来 那么如果说行情 真的走出这种猴市的话呢 我倒觉得在几个月后 就是两三个月之后 甚至四个月后 比如说12月份或者1月份 会是一个很好的 现货的长线买入时机 那么结合我刚才讲的 就是如果说短期快速下跌 如果说短期快速下跌 那么可能还有一次 现货买入的机会 那如果说没有跌 它走了这种猴市 那么很可能会走到 两三个月四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 然后才是好的买入时机 那么像这个走一段收敛 再往上冲 我个人觉得 并不太容易说 向上冲到新高 突破一段大的多头趋势 然后我们现在再简单分析一下 比特币的市占比 比特币市占比 在本次下跌过程中 迅速上涨 我在之前很早的视频 在9月初的视频 我讲过 如果比特币市占比 在这里上涨的话 要么是牛出 要么是熊出 那么现在来讲 是比特币在下跌的过程中 比特币在下跌的过程中 提升了市占比 那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至少我认为是不好的现象 那么也就是说 目前要把所有的精力 都集中在比特币上 至于以太坊 莱特币 或者是优尼等等 任何的山寨比重 我觉得应该不要参与 或者说减少参与 更多的精力观察比特币 如果比特币给出形态 超级比特币现货 那么如果说比特币 给出短线的交易机会 那么就做比特币的合约 暂时呢 不要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山寨币上 最后呢 再简单说一下美元指数 如果说美元指数 有大幅的波动的话 也是会影响到币圈的 小幅波动 对币圈是没有什么影响 美元指数 目前是在一个 非常关键的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 能够向上突破的话 突破前面的不断高点 那么很容易引出一段 迅速的上升 然后再做调整 再上升 如果说美元指数 进入强势周期的话 全球大部分的风险资产 大宗商品都会下跌 或者调整 像比如说这个位置 美元的强势上涨 引出了全世界的闪崩 当时呢 美股也是接连熔断 以及说在这个位置的强势上涨 也是引出了全世界 很多风险资产的下跌 那么现在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简单看一下形态 如果说从一小时图上看的话呢 它是一个通道式上涨 通道式上涨呢 就是熊奇 它大概率下跌 但是我们看日线 在日线上呢 它是有一个向下回踩的动作 就是在日线刚开盘的时候 它有一个向下回踩动作 然后再往上涨 那么这样的上涨呢 在日线上看是比较健康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位置上 继续向上冲的概率还是有的 如果上冲 那么比特币很可能也会下跌 我们看一下日线的轮廓 我们就看关键点 在市场正常延续熊市的时候 它会出现新的低点 不断创新低 高点呢也在降低 是lower low lower high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在这里 下跌以后的反弹 它并没有相比前面的不断低点 创出新低 反而略微的创出新高 那么现在如果说能够再次创出新高的话 很可能就完成了这一个底部转换的结构 美元重回强势周期 OK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 玉组回落了 它往下跌 那么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价格现在是1757 这个价格是非常诱人的 黄金在之前经过了大约700天的上涨 如果说从前面开始算的话呢 就是700天左右 就是两年的上涨 现在已经进行了长达400天左右的调整 这个调整的周期差不多够了 已经是上涨时间的60%左右了 随时可能爆发向上的趋势 那么刚才也分析了一下美元指数 虽然说黄金的波动很复杂 它和债券和融资和币险和美元指数都有关系 美元指数并不是绝对的影响 那么如果说美元指数短期迅速上涨的话 黄金还是有可能下跌的 如果说黄金给出了短期快速的下跌 比如说跌到了前面的低点之下 并不要担心 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跌到了下方 反而是这笔调整的空头力量的全部释放 那么可以根据形态去做多黄金 比如说类似这样的双底或者三底 它出现了之后我们再去买入 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不跌的话 它也可能会做一些尾部的复杂的调整 就是在调整的末期 多头尝试发力的过程 可能会尝试发力失败 尝试发力失败 做一些复杂的震荡 然后在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向上发起 现在不要着急观望等形态等时机 如果向上发起成功 那么很可能会回测高点 甚至突破高点 走出一段长的上涨趋势 但是我们并不会说一笔做多做到头 而是拆开成很多短线交易去做 耐心等待趋势爆发 趋势不爆发 我们就不参与 当时我在这个位置认为趋势可能爆发 但是并没有爆发 对吧 所以说并没有参与 如果说它爆发了以后 我们再参与 爆发的标志什么呢 就是说所有的均线都捋顺 那么现在呢 日线的Vegas是多头没有改变 那么短线呢 是空头趋势 等这些小时级别 一小时四小时日线都捋顺了 都是向多头走的时候 我们再去参与 来得及 不要担心说会失去开头的那一点利润 我们舍去开头那一点利润 能够抓住很长的一段上涨趋势 如果说行情处于非常明确的上涨趋势 而且上方没有明显阻力 比如说像这种 像这种 像这种 赚钱是很容易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这样的行情出现 如果不出现就等 就看别的品种 直到出现 我们再保持时刻关注就可以了 那么黄金呢 在未来的几周 一两个月内 我觉得要重新回到高度关注的状态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